Hey guys, what's up? This is Paul 2022卡塔世界杯圆满结束了 阿根廷队最终笑到了最后 在世界杯冠军颁奖仪式上 东道主卡塔的艾米尔给梅西批上一件 象征荣誉与高贵的阿拉伯传统的金边黑沙外跑 本节课我给大家讲下这件外跑的英文说法 和教大家跟此类衣物相关的表达 希望众里的英语学习一臂之力 其实在世界杯冠军颁奖仪式上 穿东道主的传统服饰并不罕见 比如说1970年墨西哥世界杯 球王贝利就戴了墨西哥宽边帽 英文念作Sombrero Sombrero 好,这个单词挺实用的 因为大家看世界杯应该见到过了 对吧,然后呢 墨西哥的球迷喜欢戴这种Sombrero宽边帽 这样子一个单词 好,关于这种帽子的话 如果你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样的帽子 比如这种Sombrero 你可以直接说Hat像这种 对不对 想一下Cab和Hat的什么区别 在我之前课程有的 OK,接下来我们讲一下 这种阿拉伯的黑沙的外袍 英文怎么说呢 这种黑袍 英文念作Bist Bist 好,这地方有音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拼写就是B-I-S-H-T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Emir of Qatar dripped Massey in the Arab cloak known as Bist 卡塔尔的艾米尔 给梅西 披上了一件 叫做Bist的阿拉伯斗篷 好,这里方有些单词值得学习一下 这里面的Drip 我们先学一下这个单词 Drip 意思就指 披 这是一个动词 这里方也有音标的 我们来学一下例句吧 He dripped his jacket over his shoulders 他把他的夹克 披在了他的肩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方的配图 好,这单词就P的意思 同时我们学一下 这种Bist 这种服饰 它很像的是一个 这样子单词就是Cloak Cloak 所以说你见到这样子的服饰 你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 你就可以说成是 它是一件Cloak 披风或斗篷 披风或斗篷 Cloak 或者如果是 你觉得它够短的话 你也可以说成是Cape 披肩或短 披风的意思 Cape 这样子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超人 对不对 就是披肩 Cape 这样子一个情况 OK 同时呢 你也可以把它叫做袍子 因为念作robe robe 袍子 然后呢 这种阿拉伯 特色的 长袍的话 你们就念作 Sobe Sobe 就是把R 变成了TH Sobe 阿拉伯长袍 OK 我们说的Bist 它一般来讲的话 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衣服 它一般就套在阿拉伯长袍 Sobe的外面 然后梅西的 还是镶金了的 正所谓 王袍加深 求王诞生 太荣耀了 OK 这就是今天的课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 留言 分享 或收藏 保存吧 Thanks 如果你看到是YouTube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右下方的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右边的小铃铛 点击全部将是我最新的视频通知了 看不了的话 在Bilibid.com 这个网站搜 生活英文教学就能找到我了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